大家好 3月份的股市已去到差不多尾升 踏入這個星期要留意 因為星期三已是今個月期止轉倉的高峰日 星期四就是今個月期止結算日 到星期五即是3月份最後一個交易天 就是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日 即是說好和淡的角力 會在星期一和星期二是比較明顯的 但有很多人會問到 股市現在相反2萬點的平台 是否走貨的機會 因為大家對後市的信心都是一般 況且美國的黑天鵝事件 會否突然又再跳一跳出來 沒有人會知道 簡單來說 如果持貨不是太多的話 就不需要有太大的壓力 你可以選擇暫時坐著走貨等等才行 因為始終持貨比較輕 有足夠防守能力問題就不大 但如果持重倉的話 那就要留意了 因為上一層市一路跌到18,829點 有些人真是方寸大亂的 走又不是 不走又不是 不走就怕再跌 走了又怕摸著低位走又不抵 但問題是你持貨重的話 你今天不走 明天不走 再下的話你始終會駭黑會走 與其是這樣的 就不如一早做風險管理 因為事實上大家要明白 好像美國的植谷銀行 或者是Signature Bank 事件雖然暫時是告一段落 因為已經倒閉了 但問題是如果有其他的銀行 出現同一個問題 那又怎樣呢 這些黑天鵝事件 是否不會再出現呢 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 好像瑞信那樣 問題擾讓了好久 大家都知道 但這隻灰犀牛 不知道何時才撞過來 幸好現在相關的問題 好像暫時舒緩下來 至於瑞信發行的 AT1債 到底最最後怎樣處理 我們就看看試試 我總是覺得 如果相關的債真是歸零的話 對市場來說始終是負面的 那些我不再說了 而是指數到達2萬點的平台 會問的 到底我拿著貨 需不需要先走一走 我的答案很簡單 如果你拿著貨不是太多 你有權不用走 是可以繼續不走 因為就算再落回去 你有駐馬在駕駛 反正大市有機會找右腳 問題右腳是否出來了 我們不知道 有駐馬在 不需要擔心 但如果你說一路重倉 老老實實 你自己不做風險管理 萬一市真的跌回一千幾百點的時間 是否只會自己嚇自己 所以很視乎自己持倉的能力 和能耐到底足不足夠 有一點大家要看得到 由上星期一的低位 18829點開始的反彈 持續上升 指數已經先行收復10天和100天線 繼而再收復20和250天線 只要在移動線方面 再向上望 是必一定是50天平均移動線 大概在207,870點左右 但我想補充一句 由19,400點到19,900點 其實只是500點 但這500點就寬了10天 100天 20天和250天線 指數站在19,900樓上 便走回所有平均移動線上 相反來說 有幾百點的反復 又會出現一個跌破訊號 所以現在這一刻 到底市是否完全脫險 只能說 暫時市已經擺脫了 反復續沉底的威脅 但未完全脫險 看圖大家已經知道了 首先去年10月31日的低位14,597 以及今個月20日的低位18,829 兩個低位連算上來 其實形成一條上升軌 這條上升軌 我用肉眼看大約45度角 45度角不是太差的 只要成交金額配合 有足夠的動力 是可以支持到指數進一步推升 至於比較大的阻力在哪裡 暫時來說 第一個阻力當然是50天平均移動線 但看高一點是這三頂 去年是22,523 去年6月28日的22,449 以及今年1月27日的高位22,700 即是說這個紀律上的三頂 後續要破 就要看成交加額夠不夠 這是後話 先看看 這是技術上的一個高低腳式的箱底 有沒有人覺得這隻左腳和這隻右腳是對稱呢 我自己覺得 左右腳其實來說 好像那個相距都還是比較遠 真的比較遠 還有這條升軌呢 四十五度角呢 不算特別超 但是你的成交金額 如果有1,600、1,700、1,800億的話 可以的 接受的 但是你的成交金額只有1,000億 1,100、2億的話呢 沒有足夠的動力向上推呢 我就擔心 在這裏少少少少少反覆 不用多了 站在2萬點坐均水平 一旦有不多 300到400點的反覆好了 已經可以跌穿20和250千線了 即是說 持有重貨的那些 現在這一刻 如果自己有壓力的話 趁機會減一減持 我都是合當的 最終來看自己的持貨能來 好像這一股的反彈 不是那麼全面性的 騰訊漂亮的 330推到380元 但是爸爸還是80多元 美團還是140多元 或者高一點 但是不同 以前的騰訊一去到388 爸爸上到90多元 美團上到86 不是那個勢頭 換句話來說 是個別一、兩隻比較好一點 包括匯控 都是沒怎麼動 整固的 中移動都是整固的 友邦也都在80元 只有騰訊 稍為亮麗 換句話來說 市場的氣氛 只是能夠融化 急跌之後 技術上的回穩 以及斷定 我不能夠跟大家說 突破了250天線 市便牛了 再升過了 我不覺得是 所以 短炒的 暫時暫時 先停一停手 因為 下星期的期指轉倉和結算 多多少少有些好倉大戶 是會想反擊的 目的很簡單 希望轉倉的時候 減低轉倉的成本 結算的時間 減少賬面上的虧損 但是 轉完倉 結完算之後 你又要看資金入市態度而定 資金入市態度 其實就不只是看走勢 是看很多很多因素 包括 美國通脹高級之下 儲局加息的態度是怎樣呢 雖然在金融事件之下 儲局加息的態度 未必會太強硬 但是 就是因為 這些黑天鵝事件 仍然仍然有機會再撲起來 所以令到資金的部署 是真的比較保守 一日資金的態度 仍然保守 成交金額仍然是比較保守 你的市場很難展開新的 升浪 你看看這一層的市場 升至上二萬二十七的成交金額 衝了上去 但是這一浸浸至這一分鐘 成交金額仍然是這個水平 即是大肆只是波幅性的反彈 所以任務的部署大家不要急 不要用 一句到尾 拿了貨少的 繼續持營保態 沒有相關 如果重仓的 老實說 你有沒有壓力 有壓力 除了減榜 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還有給朋友 多謝